刚才在煮青菜啊 突然传进来一个信息 传进来信息 外星人明白了一个道理 地球人啊 还不如地球上的动物 地球人还不如地球上的动物 地球上的动物 地球上的动物不是同类 同类直接不会吃的 但地球人呢 就是在 同类残杀 同类吃 人类吃人 人是人 有的我们所说的人是人 这个从业上来说 人是人 或者拿了刀 才去给人家的器官去了 或者把人家口中的粮食夺走了以后 让他眼睁睁地看到他的饿死 所以外星人看到这个结果以后 发现 要 要骨断地采取行动 就是淘汰 末端淘汰制 末端淘汰制 只有把末端淘汰了以后 留下了那些 才能 让地球上的人类继续发展 不然的话 这样的外风下去的话 你不断地 被杀落 最后好人也是 产生了报复心理 最后再杀下去的话 更是 一片大乱了 所以外星人开始要设施了 要设施 要设施 淘汰制度 已经好久没有设施了 外星人 外星人他们 他们依然没动作 这是淘汰制度 而我们所说的 因果报应 都是在地球上临界 他们自动自发性地在报复 现在的因果报应 现在外星人计划要优化 因果报应 这些都由他们出手了 本来还想把地球 通通的 给4亿N块 全部拉到以致中心去 现在一看这个不现实 这个如果放到 以致中心去的话 那么 从地球上把那些 维尼瑞拉 那些 移民放过来就没区别了 那些非法移民 没啥区别了 所以暂时 暂时停一停 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暂时停一停 首先 怎么样把那个地球上的问题解决了 再说 突然他们想一想 地球还是原来 留在原地的好 这个原地就是说 还在我们这个宇宙里边 直接说 疑心 同疑心没关系 疑心中心一样 但是我们说的疑心 是远离太阳这个疑心的 但是要把那个 我们的地球移到 以致中心去 这个 好像它慢慢慢慢 要 这个念头要放弃了 放弃了 人之人的那种物种 不会到以致中心去 人之人的物种 不会到以致中心去 已经 他们要纠正了 可能又要回到我们以前商量的那种 那种 方案上了 不能故意的仁慈 以前我们 让他们反复看到 反复看到 叫杀一次进白 对地球人的作用 当然他们一直没采拿 现在他们已经考虑到 这个 对地球人真的只能采用 杀一次进白 不是杀一次进白 就是说也不管进也不进了 反正那个 踩了红线的 就杀 至于是否进到白 那是另外的事 那是另外的事 好 那知道了 知道了 他们已经 已经意识到这个 已经意识到这个 好 知道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